这一期呢 咱们聊点啥话题呢 咱们先聊一聊这个各大品牌的这个平台吧 讲一讲 之前问挺多的啊 比方说沃尔沃的斯巴平台 然后他最新的还有一个平台 包含这个比较牛逼的这个三菱的平台啊 三菱的平台孕育了特别多的车 因为之前呢 这个梅塞德斯 不是梅塞德斯啊 那个戴姆勒跟克莱斯勒合作 然后这两大集团呢 合作完之后呢 把三菱抓来了 他仨开发车 开发车完之后 戴姆勒不就跟克莱斯勒分手了吗 分手之后 克莱斯勒不就归到菲亚特旗下了吗 其实在这个阶段 菲亚特的一些车呀 包含克莱斯勒依然用三菱的 只不过改了一个名啊 就包含标志雪尔龙的一些车也是三菱的 那咱们这期呢 先聊聊平台啊 平台方面 然后呢 后半部分呢 回答一部分咱们听我的问题 呃 今天晚间我估计我得在医院度过 但是我看那小床不大点 我睡俩也睡不了 我看别的家属在地下睡啊 我估计今天晚上我在车里睡 如果在车里睡的话 那就妥了 今天晚上咱们聊点吓人的话题啊 聊一聊这个中国铁路啊 历史上出过那些比较大的事啊 这个列车的这个事故啊 我跟你聊大的 今天晚上啊 这个再录一期啊 给各位分享分享 呃 咱们先讲一讲这个沃尔沃平台吧 这个节目里面经常讲 就吉利收购完沃尔沃之后呢 呃 给他一百多个亿 然后呢 开发了一个死罢平台 那很多人说呢 这个跟洗澡似的是不是 还有这个转油翼的发动机 呃 这个死罢平台开发的初衷啊 他主要想搭的是中大型的平台 呃 这个平台是在2014年诞生的 跟他一起诞生的呢 有一个他们家非常经典的车型 XC90 呃 20T的 刚上市让人这顿嘛 是不是 然后呢 他们家近几年 还有一个平台诞生了 叫CMA平台 这个可能各位不太知道啊 这个SPA跟CMA平台非常像 那只不过呢 SPA搭的是大车 中大型的 CMA呢 是小车 这两个平台有个特点啊 他俩都可以装这个混动系统 那啊 然后SPA平台 当时沃尔沃花多钱呢 这个反正没少花 一百多个亿啊 这里边有一部分是SPA平台啊 用了四年的时间 嗯 效率还是挺高的 你知道吧 这是一个全新的平台 呃 然后这个平台有个什么特点呢 它的前悬架呀 你注意看啊 都是双XB的 那这个逼格档次就高不少了 是不是 然后后悬架都是多两杆 这个没啥说的 那啊 然后在这个平台里面呢 除了XC90之外 它可以搭呢 四门轿车 也可以搭呢 旅行版 那啊 包含一系列的SUV 但是这个平台呢 不能搭两门的跑车 啊 这个需要说一下 然后这个平台呢 发动机啊 它只能安四缸发动机 安不了V6 也安不了V8 啊 四缸的汽油柴油都没问题 然后这个平台也可以安 混动系统 但是需要说一下啊 沃尔沃太阳这个混动啊 它主要是插电式的 那啊 它如果说这个 让油跟电共同合作 然后制动能量回首啊 这点它做呀 比较难 那那这又需要钱了 那就不是一百个亿能解决的了 你知道丰田开发这个混动啊 花多少钱呢 不是这点钱能解决的 那然后这个平台呢 这个发动机安放的形式啊 只能是横置发动机 所以我这么一说 很多人就说它这个平台 逼格就不高 那一般这个价位的车呀 都是纵置发动机后轮驱动 或者四驱 那么这个四驱也是以后驱为主的 比方说奔驰 宝马 奥迪 对不对 那么你前驱逼格立马减一半啊 它只能打横置发动机的车 那么意味着只能是前驱 或者以前驱为主的四驱 后轮几乎没什么动力的 这个沃尔沃他们家用的是 第五代哈德森插速器 跟那个路虎的发现神行是一个 沃尔沃的内部的数据 我看了一眼 它大概后轮给的动力 最大能给到10% 但是一般会在5%到10%徘徊 也就是说他家即使买四驱车 他也是前驱的 知道了吧 然后呢 这个平台里边的变速箱 我需要说一下啊 它只能搭两种变速箱 要么呢 就搭六速手动的 但很显然啊 中国市场没有 因为中国人呢 认为手动挡车呢 挡次低 并不是说他输不舒适 那么还有一个自动变速箱 如果非要搭 搭谁的呢 只能搭爱信的 爱信的 纵制发动机变速箱 这个呢 咱们之前聊过 这个霸埃提啊 跟那个皇冠的霸埃提啊 它两码事啊 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变速箱的扭矩 称它能力是不行的 咱们一往节目聊过 我就不细说了啊 你们可以找一找以前的那个节目 那这个是关于SPA平台 那么这个CMA平台啊 这个它主要按什么车呢 按小车 主要是40系的 比方咱们现在知道 它有V40对不对 之前是有S40的 而且现在呢 沃尔沃准备把S40复产 但是问题就来了 他们家的S60 现在卖的价格 基本上是20万出个头 对吧 按照他的谱系来算的话 40比60要低的 那你40卖多少钱 对不对 你40整不好 就得卖到178万了 知不知道 直接就跟宝马一系啊 奔驰什么GRA竞争去了 知道不知道 那很尴尬 之前S40啊 当时我在沃尔沃的时候 卖多少钱呢 35万8 然后39万多当时 那这一下下的很多呀 而且你别忘了 你的报价189万 你还得优惠呢 是不是 所以说 对于一些大姐 老妹啊 如果想要逼格 其实沃尔沃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然后还不贵 还不贵 我估计整不好 优惠完呢 就跟A3差不多了 知不知道 A3现在也就156万 优惠完 现在一系大众员工 一系的所有的员工 你就哪怕你是一系 马自达的 你想买A3 七五折 啊 你算是七五折 你除以乘以他那个报价 你看多少钱 基本上就156万了 知不知道 所以说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廉价车平台 这个CMA平台 也是吉利拿钱 整的啊 他俩联合开发 而且呢 有一个协议啊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吉利呢 是可以无偿使用CMA平台的 但是SPA平台吉利是不能用的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那 然后这个CMA平台 有什么特点呢 他跟大众的MQB啊 非常像 就是说他的前防火墙 就是你的表台 下边这个点啊 一直到前轴轴心这个距离 是不能变的 除此以外啊 都能变 前旋 后旋 轴距都能变 这是一方面 他的高度 三个高度 那你可以设计成小旅行版 或者小轿车 你可以设计成什么呢 像领克那样 那这个平台诞生的第一台车 是领克 领克的01 然后未来沃尔沃的这个什么 40系的 那旧这个平台 也就是说咱们吉利的领克 跟沃尔沃呀 是一台车 就跟过去福特福克斯 跟沃尔沃S0 是一台车是一样的 知道吧 那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这个转无翼发动机 我大概说说 这个转无翼呢 两种发动机 一个是220T的 一个是1.5T的 这俩发动机 都可以安在CMA平台上面 那包含 他们家蔚来会上 插电式的混合动力 这主要是根据政策去妥协 这一方面 而且呢 你研发那种像丰田的混动 你研发不出来 那就这么简单 那蔚来在沃尔沃 四爱店里边 你们会买到什么车呢 40系 60系 和90系 469 那么40系 6090 这三个车系下面 分别有什么呢 有轿车 它的轿车系 是S开头的 它的SUV呢 是XC开头的 比方说XC60 XC90 那么 这三个车系里边 还有旅行版 V系开头的 比方说V40 V60 V90 它都有 那意味着 三乘以三 沃尔沃将来会有九款车 理解了吧 然后你像60系跟90系 那么就是SPA平台了 然后40系 那就是CMA平台 理解了吧 这是关于沃尔沃的平台 咱们下面聊聊凯迪拉克的平台 各位可能比较熟悉一台车 凯拉克 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当时刘翔代言的CTS 那CTS当时那个造型啊 绝对能迷倒一大片人 反正我是挺着迷的啊 就当时刘翔代言的时候 双门跑车 那 然后呢 CTS还有这个四门轿车 还有旅行版 就Wagen也有 那 但是啊 这个CTS定位 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啊 它主要对标的车是什么呢 三系 A4 和奔驰C 但你一笔会发现 CTS比他们大一号 但是你拿CTS跟5系去A6啊 什么奔驰一笔 还小一号 对不对 非常尴尬 体型非常大 那么在开发最新款的CTS的时候 通用就想 我要缩小一下这个体型 因为你体型一大呀 车就重 凯拉克这个品牌精神呢 他也宣传驾驶乐趣的 那么你这么大个车 1600 700公斤呢 将近1800公斤 你说你跟宝马三 跟奔驰C去比操控 那不扯淡呢吗 所以必须得减重 那发现呢 原有那个平台呀 不行 原有那个平台 就Sigma二代平台 这个平台有很多车啊 都大车 减不下去啊 根本就不行 那么没招呢 工程师就开发的 开发了一个新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就专门给第三代的CTS去设计 那一方面呢 减重 还有一个啥呢 这个Sigma二代平台呀 这个如果你要非要 这个用这个平台来造CTS 你想减重的话 你只能改成前去的 就跟XTS似的 那没意义了 是不是 那么你就互相之间还有竞争 那么这个新平台呀 有个什么特点呢 它这个可以是后轮驱动 也可以是四轮驱动 那而且呢 前后轴重量接近5050 这个平台叫做 阿尔法平台 那就是那个丰田阿尔法 那个名啊 叫阿尔法平台 这个平台专门是为CTS设计的 但是这个平台上面的第一款车 是什么呢 并不是CTS 是我前文里面常讲的 也是各位听好多听众比较关心的 凯拉克 ATS 那就是最新的阿尔法平台 那这个平台什么特点呢 这个平台主要 他们想造什么车呢 紧凑型车 就跟三系那个级别的 还可以造中大型车 这个平台都是 纵制发动机 后轮驱动 而且还有四驱的 然后呢 悬架方面呢 前悬架都是麦福逊的 没有双叉币 宝马三系也不是双叉币 对吧 后选驾都是独立的了 然后这个平台里面 运用大量的 铭铝合金的材料 或者铝合金的材料 来减重 来减重 然后这个平台到现在为止 除了凯拉克 ATS之外 这个是在2012年研发的 各位应该知道 还有什么车呢 第三代的CTS 已经有了 这是第二台车 第三台车是什么呢 这个雪佛兰的 那科迈罗 第六代科迈罗 就是这个平台 它跟ATS是一台车 知不知道 仅仅是造型不一样 动力啊 我跟你说 动力都是一样的 简单改不改吧 那可能排量不一样 那不要紧 发动机钢体完全一样 改排量很简单 直接把活塞两杆变短变长 排量就改了 知道吧 双双箱都是那一个 那这个就是ATS的阿尔法平台 那 然后呢 这个日产雷诺呢 也有平台 日产雷诺这个平台呀 挺牛逼啊 英菲尼迪他们家 基本上都这个平台 什么平台呢 FM平台 就是蜻蜓FM那个意思 FM平台 这个平台呢 是自古以来就有了 在2000年啊 那个时候日产推了一个什么政策呢 就是说大力的开发发展 他们的技术 然后就在2001年左右 他开发这个FM平台 这个FM平台什么特点呢 它为啥叫FM from the midship 就是说前中置发动机 你这个平台的所有车啊 你在车侧面 站在前轮的旁边 你把发动机盖周开 你看它发动机的位置 它的中心点 它的重心呢 一定是在前轴的后边的 这种叫前中置发动机 很多前车呀 它的重心是在前轴的前面的 那这种设计是非常不利于操控的 对不对 因为英菲尼迪这个品牌 雷诺接手之后 他给英菲尼迪重新定个调 运动加时尚 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 我去年讲过这个话题 之前英菲尼迪自己玩啊 没玩死了 居然定位欧巴桑专用 这个妇女专用 在刚开始有这个品牌的时候啊 这个迷茫了好几年 然后雷诺雷诺来之后呢 给他重新定位了 那么这个平台也是为了迎合雷诺 给他这个定位 运动加时尚 而且这个平台全部是以后轮驱动为主的 也有四驱啊 但他这个四驱也是以后驱为主的 然后尽量强调是前后桥比例 重量分配啊 是50比50的 这点跟宝马是一样的 那这个平台第一款车是什么呢 307啊 不是307啊 370Z啊 还有350Z也这个平台 然后这个平台的第一款轿车呢 是G系列的 G35就这个平台 包含后来的G37 包含现在的英菲尼迪Q50 也这个平台 那这叫FM平台 就包含日产他们家那个战神Nismo GTR R35啊 往后都这个平台 只不过呢 做了一些简单改变 改个名啊 叫PN平台 其实他们俩80%是一样的 发动机呢 R35这个3.8发动机啊 其实跟英菲尼迪3.7这个没啥区别 那钢铁 它的主框架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强化一下 改变了一下活塞两杆的长度 把3.7变成3.8 主要GTR对标的是保时捷911 Turbo 因为911 Turbo3.8的 那他跟他拉齐啊 我也别欺负你 你也3.8 我也3.8 那你也双窝轮 我也双窝轮 看大谁快 主要这个目的 所以改变了一下活塞两杆的长度 然后整个发动机内部进行了一些强化 比方说锻造的活塞两杆啊 这就不说了啊 它本体其实一样的 也是在英菲尼迪G系的平台开发的 这个各位应该知道 是吧 然后这个平台里边 除了咱们上面说的车之外 还有什么车呢 哎呀 他家基本上车呀 都这个平台 刚才说Q50了 对不对 还有那个核建院官开那个Q70啊 也这个FM平台 就包含FX 现在叫QX什么70 过去FI35 FI37 都这个平台 就包含EX 也这个平台 EX现在改名了 叫QX50 都这个平台 他们家基本80% 就这一个平台 它的结构 没什么太大区别的 你把这个QX50跟Q50 你支起来 你在底盘看啊 非常非常像 它的很多零配件 可以互相去更换 去换的 你搜 英非尼的零配件 你发现个问题啊 你啪 搜一个件 你发现这个件啊 他家车 他们都能用 你再搜一个件 也是都能用的 你比较困惑 是不是 因为他家没啥车 没啥平台 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英非尼的平台 然后呢 再说说这个什么呢 说30吧 说30 有一个平台 叫GS平台 这个平台呢 是30跟这个 呃 戴姆勒 克莱斯勒 共同研发的 为啥这个戴姆勒 跟克莱斯勒 找30呢 因为当年呢 克莱斯勒 出现危机了 美国石油危机 啊 在那个年代 通用什么福特啊 都都白车了 然后呢 吉利想造小车 但是美国呀 他没有小车 对不对 戴姆勒的问题 也跟他是一样的 戴姆勒也没有小车啊 是吧 所以这难兄难弟一结婚 互相看头傻眼 咋办呢 下一步啊 找谁 找30吧 30非常牛逼 我跟你说 造小车太擅长了 知道吧 然后 就把30给叫来了吗 然后这哥仨 那就开发了GS平台 就雷克莎斯GS 那个GS啊 GS平台 这个平台呢 是在2000几年诞生的 那 那这个平台的开发 主要的目的 想打造几款车啊 想造小微车 就像Smart那种车啊 他想 在这个平台上面 打造一些 大型的MPV卷 还有那些跨界车 那 紧凑型的跨界 再包含中型的跨界 都想在这平台打造 那 然后这平台有个特点 横置发动机 前驱的啊 前驱的 或者是四驱 但是它是以前驱为主的 然后这个平台呢 可以搭四缸发动机 也可以搭V6发动机 然后本身这个平台呢 还可以改成敞篷车平台 这点就比沃尔沃 那个牛逼多了 我告诉你 有四门轿车 有五门SUV 还能改成货车 知道吧 包含商用车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刚才不讲吗 三菱当时帮他整 整完之后 他俩不就分手了吗 分手完之后 这克莱斯勒 不就变到菲亚特了吗 菲亚特也继续用这个平台 因为当年人家 克莱斯勒花钱了 对不对 菲亚特是人家母公司 随便用 就包含这个PSA 也用这个平台 标志学龙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有什么车呢 我给你们捣捣 三菱的欧兰德 包含三菱的蓝色 就是那个Evolution 也这个平台 还有一个三菱的大车 德利卡 咱们一会讲一讲东风的车 东风下面四个品牌 咱们讲一讲 还有谁呢 三菱的进炫 这个进炫 现在也卖挺好的 这都是包含戈兰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戈兰 这个戈兰在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就有了 当时卖到16万多 当时他们跟谁比呢 东方之子 然后那个中华的尊持 但是戈兰的销量一直不好 因为当时那个造型有点像玩具似的 它也是一个像布雷脸 什么叫布雷脸呢 就有点像宝马那种双肾型戈山的 就过去三菱车都当那样了 但这个车是确实不太认的 当时数据我印象中 全国一个月就能卖个几百台车 所以说从他来一直到他不卖 一直累计的销量 也不行 非常失败一款车 这是三菱自己家的车 然后呢 除了三菱自己家车之后 这个GS平台啊 还有啥车呢 到齐的枯威 你们知道吧 12年前的枯威全这个平台 再包含吉普的指南者 很多人跟我讲 说车哥我想买指南者 可靠性行不行啊 能不能开出料啊 我说他呀 指南者跟三菱欧兰德是一个车 比欧兰德还贵 还不可靠 太老坏 欧兰德那个发动机啊 这个指南者也在用 我跟你说 连边要箱都是一样的 你就没有必要去买指南者了 但是你要是为了要逼格 要情怀 你便买欧兰德 欧兰德非常适合过日的 但指南者呢就不一样了 非常有逼格 对不对 感觉你这挺复古的 是不是 还有啥呢 自由客你们知不知道 自由客我都卖过 因为当时我们在美规车那时候吧 我专门卖 这个中规的车 一些紧 一些这个加价车 比方说当时指南者啊 进口的加两万 当时长春四爱店加两万呢 我们在南方拿车 平价拿车 或者是优惠五千来 我也加两万 我们一发就一板 但是开的感受 我真难受啊 他的风挡玻璃非常直立 就这个视线呢 特别压抑 而且转向啊 就感觉呀 不会开车了 我一开吉普加车 我就不会开啊 但我知道很多咱们开吉普的听众啊 我说这你们别往心里去啊 这是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那还有一个车呢 是到齐家的一个轿车 你们应该有印象 叫峰哲 叫峰哲 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啊 过去卖过 大概在13年就不卖了 那车很失败 然后在美国有一台车叫赛百灵 那是一个敞篷的 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 这是克莱斯勒方面 吉普方面 还有啥呢 标志雪野龙旗下 什么车用的是三菱平台呢 标志的4007 12年之前全这个平台 再包含雪野龙的C4 再包含12年到现在的标志4008 也这个平台 那所以说你看一看啊 三菱这个企业 造就了多少这个车型啊 要没有三菱啊 刚才咱们说这么多车都没有了 知不知道 所以说我认为三菱是个很牛逼的企业 那咱们下面呢 开始回答天偶的问题啊 这个天偶呢叫润田实业 开公司的啊 他车哥你好 他说丈母娘去年11月份买了 雷克萨斯GS 20T的啊 这D4ST那个 到现在开了7000公里了 4000公里做的首保 6000公里塞电催着再去保养 刚好十一回老家就去了 因为雷克萨斯不是送保养吗 思埃电说了 不管多少公里 就算没跑够 也得保养 一年两回 啊 说9月25号去的 他说估计啊 老赵娘一年就开一万都不到 这么频繁的保养 对车好不好 没事 啊 没事 他你就一个月换换机油啊 对车也没啥害处 我告诉你 是好事 知道吧 他说家里边有一台 15款的麦藤旅行 末带车行了 他说现在不改款了吗 15年10月份买的 现在马上10万公里了 马上脱保了 现在感觉呢 也没烧机油 没啥大毛病 除了大傻瓜 变成像确实傻瓜 能不能给个建议是卖呢 还是留呢 15年车是吧 现在两年 两年你先别卖 你不不烧机油吗 你再开两年 那你现在卖啊 我跟你说呀 跟你开两年以后卖 价格期差不多了 能差点钱 那不会差太多了 你现在卖折的最多的 两年车是最不合适的 卖的时候啊 但是买是挺合适的啊 所以我建议再开两年 你这个大傻瓜 变相乡 反正咋说呢 他不是进口的吗 他不是六速失事吗 你骑那换点油就完了 但不烧机油不挺好的吗 是不是 他说呢 刚好家里准备再买个车 他括号 三道杠大队长 这个车呢 要不就给我解了 这是后期毛毛多多 适合长期盖 大众的车呀 这个四五年就可以了 该卖就卖吧 它也挺保值的 起码比别的车要多卖 能多卖点钱吧 你比福特不强多了 你比福特起码多卖一万到两万块钱 是不是 两万都不止 你现在卖腾1.8的 当时我跟卖腾一年的车 我还比它贵呢 我是20T的 它1.8的双离合的 它都比我卖的贵一万多 甚至贵两万块钱 你都想不到 我问你说 他说还有个问题 听我节目呢 有哥们问了几次GLC 适不适合 他是16年20分买的 GLC260豪华 作为车主呢 我建议呢 别买 不是 他建议呢 别买 他怎么说呢 他说 要买呀 等两年再说 个人买完就后悔了 毛病他太多了 刹车盘异响非常严重 空间小 对 这个GLC后排呀 就跟C是一样的 坐垫短 也就40公分吧 你们可以上车感受一下 他说呢 他说跟哥们出去自驾游啊 哥们开的X6 不愿意坐我车 那么先空间太小了 关键X6他也不大呀 X6的后排头部空间多难受啊 大鞋背造型 是不是 他说如果个人再选一次的话 一定会买雷克萨斯的RX 他说顺便呢 说一下GS的体验 他说20T呢 市区急加速 几乎感觉不到涡轮持质的 比GLC的体验太好了 但是呢 GS挂到S档 挂到S模式 地板油感觉不到推背感 这是丰田特点 丰田的动力输出 不会那么暴力的 他是非常线性的 因为丰田可能会认为啊 这个也是丰田他们 你看他一贯的都这么设计的 他不会把发动机 这个所有的能力全发挥出来的 这也是他可靠性的原因之一 为啥很多德系车 开几年以后不行了 因为德系车 尤其那个高尔夫R了 上库R了 他会把发动机的极限全炸出来 提前让发动机消耗的 但是丰田不这么做 所以即使你说你开到S档 运动模式 他也没有推背感 这确实就这样 他说呢 加速成绩也不错 就是没有推背感 明一样 丰田的涡轮调就要无敌了 但是呢 不喜欢 他说他喜欢推背感 那你就买大众吧 买奥迪啊 BMW这都行 他说不喜欢涡轮 持质 个人感觉呢 GS非常完美 除了没有推背感 其他配置外观很完美 但是呢 有一点 悬架超级硬 他说呢 他开过911 感觉悬架跟911比啊 软不了 软不了啥 他说后驱感觉高速 140以上过弯 开起来心没底 可是呢 可是 可能是我没开过后驱 高速过弯 你140太危险了 你就120巡航吧 那咱别危险驾驶 是不是 别炒速 而且现在 你拿电子狗 那都白扯了 全国各地 我跟你说 起码一半的省份 都是区间测速了 各位 你开快开140 你到前不得减速吗 你不减速不就炒速了吗 是不是 人现在不整摄像头了 人就区间测速 值得 所以就给各位的建议啊 电子狗你也不用买了 他说呢 他老爹呢 老是让我 把丈母娘车借来拉高速 你这老爷子 怎么开这个岳母的车呢 就开到200以上 说这样开呢 车他有劲 要不然没劲 还能清理积叹 把我说的没话说了 其实这种方式不对 过去是大卡车这么开 他说希望呢 你能用专业知识 替我回答一下 每次开车都会放你节目 要不就睡觉了 要不就精神 而且他老爷子 是一四款顶配的 2.8A6的 前驱的 当时加两万就能买四驱 问他为啥不买四驱 奥迪四驱出名 他说 开过后面的320T 那个A6四驱的 感觉高速过弯的 还不如最早那个A2.4A6的 说那车高速过弯的 就有140以上的感觉 感觉头先转弯 然后屁股再跟过来 对 这就是奥迪的感受 你老爷子描述的非常正确 我也这感受 他说就很稳过去了 说3.0那个四驱不行 所以呢 后来再次换车 就买2.8前驱了 能解释下为什么吗 这个 这咋解释呢 这个驾驶的感受 我跟你说 因而异的 你这车可能换老丈娘 开开A6的 感觉不出啥来的 知道吧 因为每个人对 这个运动感觉 包含这个 这个横向 纵向的一个感觉呀 都不太 都不太一样 那 你像我这车 我这车 我媳妇也开 那 我就问他 我说我这 油队没回家 你这车开了 没卷车肉吗 他说没用 挺好的呀 因为你经常低速开呀 你的变动箱逻辑 就会根据你的 这个驾驶方式改变 那 这就升党非常积极 啊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 他最主要的是 你说转向这个 这个问题啊 就是就是啥呢 转向的问题 就是说他本身 前这个前轴转向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悬架的问题 啊 其实 140以上高速过弯 这个主要看悬架支撑的 但是会有测清 但是并不是说 你发生测清就不安全 啊 有些测清是应该有的 反而更安全一些 我认为啊 然后后面的俩问题无所谓了 不说都行 希望各节目越办越好 那你节目有毒啊 上演 有机会来吸烟啊 这吸烟挺重啊 下面一个 有个人 不想 似不 一点 谢谢大家